兰靖心下安安一乐 知道太后虽然帮十三阿哥和自己解了围 但其实还是对这个名字不太满意 这才会想着让康熙赶紧赐下大名的 刚才老十三家的说 美虫是盛世才能有的 康熙自然也明白太后的心意 就沉吟着说 黄阿娘说这话理虽歪到底还是个理 朕当然也希望大清能够国运昌隆 所以大哥的大名就叫洪昌吧 洪昌 当兰靖听到这个耳熟的名字的时候 又不禁开始闪神了 好像历史上十三阿哥的长子就是叫这个名吧 不过那洪昌并不是狄附近所生 而且貌似以后还不怎么争气来着 现如今长子由自己生出来了 名字却依然还叫着洪昌 这历史的惯性也是够强的 只是这个由自己生下来的洪昌 是不是还会依旧如历史上那般不争气呢 当然 兰靖并没有为这个纠结太久 孩子的母亲不同了 教育自然也不会相同 再说了 身为皇家中人 争气不争气的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甚至有的时候太争气了 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事 给他起了个如此有特性的名字 其实兰靖也是想说 自己对他并没有什么远大的要求 再说他也只是个皇孙 压力怎么说也是会小一些 兰靖一直觉得 身为皇子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 而身为康熙的皇子 又是具有一些能力或者是实力的皇子 那更是悲催中的悲催 就比如说十三阿哥 他要注意收敛 不能太出风头招了气 尤其是不能招了康熙的气 但又不能太过收敛 还得让康熙喜爱他重视他 这样他的额娘敏妃娘娘和两个妹妹 才会有更好的结果 就像是今年七月份要出嫁的八公主天然 虽然康熙依旧把他指给了蒙古 但是只婚前让他先与苍巾接触一段 建公主服也选了在热河附近 而且还把他留到了二十岁才让他出嫁 事情虽然说起来都不算大 但是对皇家来说 这些加到一起 已经算得上是很重的恩宠了 在天然之前 可没有一个公主在过了二十岁以后才成亲的 不过天然虽然是空前 但却并不是绝后 因为还有一个比天然大两岁的六公主 婚期也是和天然一样 被康熙定在了康熙四十五年 而月份上却比天然还要更晚一些 六公主的事儿 蓝静并不关心 也与她没有太大的关系 现如今她正是因为天然的事儿 而忙得搅打后脑勺呢 虽然有内务服操办着 但闽妃娘娘作为额娘 要做的事儿自然是不少 而蓝静这个做大嫂的 不只是要帮着敏妃娘娘的忙 自己也有许多的东西和事情要准备 给天然的天庄倒还好说 在纸婚的纸意下来之后 十三阿格和蓝静就一直在置办着 到这个时候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所谓一些困难 就是准备的东西太多 即使按最高的箱子数量 也有些装不下了 不过这倒不是什么问题 最多也就是撤下了一些 以后再送公主服也就是了 反正十三阿格每年都要往热河去 比较赶的是贺里 蓝静的刺绣之术是名声在外 而她自己也觉得 精心刺制一件事物 才能表达自己对天然的诚挚祝福之意 只是因为之前怀孕之时 被大家看着不让动真 等孩子生下来了 又没有多少时间动真 于是活就这么积攒下来了 现在时间一天一天地破尽了 蓝静只能强制自己 每天必须挤出一些时间来赶工了 这些也都还罢了 虽然十三阿格又被老康带走了 留下蓝静一个人 府中宫里两处跑 上顾着婆婆 中顾着小姑 下面还得看着孩子们 忙得是团团乱转 但看在自己身材像缩水一般迅速地瘦了回去 甚至比怀身子之前还要苗条的份上 蓝静也就没有什么抱怨了 再说了 现在最让人纠结的是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天然出嫁的时候 自己要不要跟去送嫁呢 说纠结 其实并不是蓝静自己拿不定主意 虽然天然是十三阿格的亲妹妹 虽然因为她在历史上的结局 蓝静也有些担心 但是这种担心 却并不一定要用亲自去送嫁来表达 更何况 她成亲的时候 正是康熙出巡赛外的期间 铁打的护从皇子十三阿格 当时是一定会在那儿的 而内务府也派了嬷嬷 以及相关人员一路示后着 在这种情况下 再让蓝静跟去 其实真没有多大的必要 并且之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蓝静会纠结 是因为怡妃娘娘向她透露了一个消息 那是在蓝静从敏妃娘娘的宫中出来 正准备出宫的时候 就在路上偶遇到了怡妃娘娘 你是从你额娘宫中出来的吧 怡妃娘娘在蓝静向她行蛮礼之后 笑着问 怎么样了 田人出嫁的东西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是 差不多了 蓝静笑着点头 蓝静给田人的天妆 蓝静给蓝静看了 真是价价都是好东西 田人也是非常的感谢蓝静呢 田人这孩子 我也是看着她长大的 现如今她要出嫁了 我是真的为她高兴 可是想到她以后就要离得那么远 心里又难免会惦念 连我都尚且如此 你额娘的心情就更可想而知了 你这些时候要多陪陪她呀 是 蓝静知道了 欢欣和米虫还好吗 依妃娘娘说到米虫这个名字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怎么今儿个没带她们一起进来 她们还太小了 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的 怕她们受不住 我就没带她们过来 也是的 小孩子是得好生地注意才是啊 依妃娘娘点了点头 然后目光不经意识地往周边看了看 又用很平淡随意的口气说 不过有机会还是得多带她们来多熟悉熟悉宫中才是 也省得你去为田燃送嫁之时 她们赞扬在太后宫中不习惯 什么 蓝静一愣 没什么 我方才好似听说有人打算要出这个主意来着 不过也许我听错了也未可知 依妃娘娘面色不动 依旧微笑地说着 好了不打扰你出宫了 我要去御花园赏花了 蓝静见依妃娘娘无意再多说下去 也不再问了 行礼恭送她离去 然后挂着一脸平静的表情离开了宫中 一直等到坐进自家车里 她脸上的笑容才垮了下来 让龙凤双胞养在太后宫中 这个话题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提起了 太后很喜欢这龙凤双胞 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 不只是因为是个吉祥之兆 更是因为他们是在太后的圣寿之日出生的 等到十三阿格和蓝静将他们抱进宫中 让太后看过之后 对这两个长相不同 却都很漂亮 性情不同 却都很招人喜欢的孩子们 太后的好感又加重了不少 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 也时时地都会跟康熙念叨着 看到太后如此喜欢这两个孩子 康熙这个孝子也就起了意 像蓝静第一回进宫时一样 问太后想不想将这两个孩子养在身边 据说太后听了也是有些心动 但想了想之后 还是以自己年纪太大 精力不济 唯由摇头拒绝了 蓝静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声声声地吓出了一身白毛汗 差一点啊 就差一点 自己就要跟孩子功强相隔了 随后又在心里暗暗地感激着太后 早些年放了自己一马 现在又放了自己孩子一马 实在是功德无量 再想到如今还有人要出这个主意 就不禁地恨得牙痒痒 这到底是谁 居然这般的可恶 你要争宠 只凭着你自己的本事去争 别拿别人的孩子说事啊 或者这种事情在别人家里是一件美事 但对蓝静来说 却是获释一件 而更关键的是 这主意若是出到了太后或者是皇上面前 还真是十有八九会被同意的 之前太后拒绝康熙的提议 不管是真的是如她自己所说的 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也好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也罢 总之并不是因为她不喜欢双胞胎 甚至有的时候 蓝静会以为太后会这么做 或许也是为着孩子们好 是不想让他们招人记恨 可是若是有个好理由好机会 可以将孩子接进宫赞养这么两三个月 想必她也应该是很乐于接受的 而人和人都是有感情的 双胞胎正是越来越好玩的时候 说不定接触久了 太后就不舍得再放他们出来了 蓝静心情虽然是欲结 但是回到府之后 神经已经重新地保持了平衡 只是十三阿哥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情绪上的不对 将其他人秉退出去之后 开口问着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蓝静也没有想着要瞒十三阿哥 这事本来就应该是他们共同商量对策的 将怡飞娘娘的话说给十三阿哥听过之后 蓝静又说着 爷 如果没有欢欣和蜜虫在 或者是他们能长大一些 我倒是挺乐意去为田燃送嫁的 虽然没有这个先例 但是我可以求着皇上将我放到出巡的名单之中 即使有内务府的人在 我未见得能够帮得上什么忙 可是至少却能陪着田燃说说话 让她的心也能安定一些 也让在京城里的鹅娘能够放心些 想了那个人也是打算在皇马魔和皇阿玛这样说的 至于欢欣和蜜虫 皇马魔能如此喜爱他们 我不只是很高兴 并且也是很感激 她老人家的曾孙子几十上百 能得得宠爱的才有几人呢 我也不是不愿意对皇马魔尽孝 如果她老人家不在宫中 我即使心中再不舍 也会忍痛将孩子们送过去 承欢西夏的 爷 您也是在宫中长大的 您觉得 那里适合孩子们去住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十三二哥在听到 蓝静说出那个消息之后 眉头也皱了皱 面色也凝重了一些 听完她的话之后 她摇了摇头说着 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什么 田然那里 有我去送嫁就够了 我从来没有想着 让你也跟我去 更从来没有想着 将欢欣和蜜虫送进宫里 以尽孝道的想法 蓝静确实有些担心 田然送嫁的事 她刚才虽然也是解释了一通 但其实 她却并不是很担心 十三二哥会为此多想 她更担心的是 欢欣和蜜虫进宫的问题 虽然她知道十三二哥 未见得会像其他人一样 把孩子被养在宫中 当成一件相当荣耀的事 但是在孝子当头的情况 只怕她的想法 就会跟自己的不同了 现在听到她这么说 蓝静心下也放心了 爷 听您这么说 我的心里就有底了 蓝静走到十三二哥的身边 抱着她的一条胳膊说 从宫中回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琢磨着 要如何应对这件事 也想到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先发制人 趁那个人还没有在 黄马文和黄阿玛面前 说出这个主意 咱们先抢先把这件事 给堵回去 怎么个堵法 你接着说 十三二哥换了个坐姿 让蓝静靠着她更舒服一些 爷 那个人提出让我去送假 除了刚才说的 让田然心中安定 让额娘能够放心之外 估计再就是帮着 安排一些事宜了 即使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主动安排了人过去 并且抢先跟黄马模 和黄阿玛抱贝了 这样一来 或许那个人就不会再开口了 即使她仍然说了 黄马模和黄阿玛 答应我们在前 想来也不会同意的 说到这儿 蓝静顿了一下 然后接着往下说 只是声音有些发色 如果黄马模和黄阿玛 改了主意 就是要答应他们 那就只能和靠爷在宫中安排 让孩子能够尽量地 过得好一些吧 你想安排谁过去 十三二哥将蓝静 搂入了怀中 顺了顺她的头发奔着 在咱们府里 也就赢摸摸勾格了 蓝静把自己想到的人选 跟十二哥说了 她现在虽然是我的嬷嬷 但却是从太后宫中出来的 能力方面更是不用说 有她去照顾田燃 你我也都能放心些 然后再请额娘那边 也派出个嬷嬷来 这两个人加在一起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他们的能力是够 但是身份上却不行 十三二哥摇了摇头说 这样的人选 我们抢先说了 黄马膜和黄阿玛 应该会同意的 但是如果那个人 再去提你的话 说不定黄阿玛和黄马膜 就会改了主意 怎么也得找一个 跟你身份差不多 或者是比你身份 还要高一些的人 才更有希望 和我身份差不多 或者比我身份高 蓝静马上想到了一个人选 但却觉得肯定不可能 也不是指的四嫂吧 可这次四哥并不互从 不慌吗 怎么可能会单把四嫂 列到随行人员中呢 这你就别管了 我自去安排就是 十三二哥很自信地说 除了四嫂之外 我还要找五嫂一起呢 他们身份够 跟田燃的关系也不错 有他们陪着 想来黄马膜和黄阿玛 会让你也跟着去的可能 会很小了 若是四嫂和五嫂能去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 蓝静当然也知道 十三二哥这个主意更好 只是之前他觉得 并没有这种可能性罢了 有他们在 也更能起到震慑的作用 我会继续启就算了 有点赞 启嬷的仓 有点赞 启嬷的仓